采用傳統製香工法 雖然過程比較費時費工 但嘉義縣新港香 有一間傳承五代的製香世家 為了讓消費者燒好香 堅持每一道製香程序都不能省略 替每一柱香的品質做把關 其實消費者一定要知道 我們竹子本身它真的不會自然 今天我們的香是靠我們的香的肉 讓它可以做完全的燃燒 可是當你今天你的竹子本身 如果上面附著的香的肉的厚度太少 它就會導致它可能很容易熄滅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將我們的香的肉的厚度 能夠做到一個符合比例原則 十年前第五代回來接班 延續家裡的事業 進一步運用年輕人創新的思維 為這項傳統產業帶來全新的想法及改變 看到孫子的用心及努力 讓身為第三代的阿公非常感動 也期盼純手工的製香傳統手藝 可以傳承下去 我們做的香就是 它傳統的 都沒有傳這個化學完略 都傳統就這樣演唱下去了 再來我們這個十分之一 因為另外一個小人的炒麵 才會比較密切 但是他們又在手上變化 還做起來還不錯 每一炷香的背後 是對台灣傳統宗教信仰的尊敬 也讓人看見這一家人 用心延續志向產業 努力打拼的職人精神 人精衛視台北嘉義綜合報導 我們會介紹二部星期ジェント 這集大 是 很快